全地幸福第一棒 来接近通 台北市长角娃与民政局长陈永德等人一起体验联谊互动游戏 结果第一次就成功 角娃也透露自己第一次参加联谊是在高中时期 联谊的对象则是中山女高 我那时候念建中 然后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联谊 是跟中山女高 台北市中山女高联谊 那大家也知道联谊不是就结束 联谊活动完还有很多后续的联系 但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这边要震动澄清 我才要联谊活动只是当绿叶当配角 为了协助单身朋友扩展交友圈顺利找到幸福 台北市长角娃娃扮演爱神丘匹特 涉剑宣布台北爱情小学堂正式开学 从7月28号起将举办25场次 包含摇摆舞花艺烹饪甚至还有密室逃脱等 多元主题联谊活动 呼吁单身朋友把握机会赶紧报名 让大家能够在很轻松这样子相互交流 然后比如说花艺跟烹饪的过程 大家可以谈谈心 然后共同的目标 然后做吃一顿很好吃的美食 然后彼此认识 我想还有很多户外相关的活动 都可以大家一起参与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联谊活动 让很多单身男女彼此更认识 然后就像雪豪跟善真一样 可以结为连礼 所以我们有25场次 那每一场次大概是40人 我们不会太多 但刚刚好 所以预计大概有一千人左右 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尽量的参与共枪盛举 已经是三宝爸的蒋娃安 熟练的抱起小宝宝 这位小龙女是王选豪 及许善真夫妇爱的结晶 两人也是透过台北市内湖区公所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相似相恋 进而走上红毯的另一端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其实在大安那一场的联谊活动 也有相遇过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的有缘分 我们当时参加联谊活动的时候 也是很腼腆害羞的 幸好工作人都很有善 而且活动也蛮有趣的 记得当时主持人是用小游戏来破冰 然后我们换桌聊天 最后我们进行户外的活动 整体的这个联谊的规划活动 都非常的多元有趣 所以让我们很享受 而且很喜欢整个的联谊 蒋万安也宣布另一小好消息 很受好评的台北市联合婚礼 将在9月8号在南港展览馆登场 为了鼓励新人踊跃参加 台北市政府也推出 《住婚好礼》三部曲 除了参加者有机会抽中 最大奖马蒂夫蜜月旅行外 多家家电厂商也热情赞助 多项使用家电 只要参加新人在婚礼 一年内怀孕 还会在送上除鱼鸡等家电好礼 还有参加北市府今年举办的 单身联谊活动 并在一年内结婚的新人 还加码自证电子锅等结婚好礼 我们都非常欢迎年轻的朋友 参加我们的单身联谊活动 认识彼此交朋友 下一步参加我们的联合婚礼 然后成立小家庭生可爱的baby 一年内如果步上红毯 三个阶段我们都欢迎大家 一起来参加一起响应 北市府方面表示 联合婚礼即日起开放报名 到7月11号为止 才线上报名 限额80对额满为止 只要在台北市涉及或就学就业的准薪人 都可以报名参加 北市府期盼透过各项措施 给年轻人成家育儿最实际的支持 打造台北市成为年轻人 怨婚乐生安心养的幸福城市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都可以报名参加 请不吝点赞 启品颠